Hi,我是Iron 因为最近都在搬家 所以就有几周没有更新视频 但现在陆陆续续的视频就会更新啦 这一期呢是一个购物分享 那就接着往下看吧 先从小的视频开始吧 因为最近头发又慢慢长长了嘛 就是想尝试一些头饰 然后买了这两个 这种是蕾丝的这种蝴蝶结 这个呢是比较法式一点的 你们看我之前的照片应该有出现过 就想说加这个视频里一起讲一讲 再来是耳饰 这个是上面是珍珠 然后下面是这样子一个羽毛 它是分两层的这种 就是垂着这样子的一个耳饰 然后呢还有是这样子的一个 它这有点细节是这样子 一个个小的这种点缀 一个像贝壳一样的 适合白色的衣服吧 它这上面的这个图案也很精致 前段时间特别比这种叠搭 上面一圈装饰 然后下面连着一个这样子像钱币一样 还有一个是有三层的 搬家的时候把它分别的放在另外一个盒子里了 然后好像有点找不到了 所以就先图片给大家看看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买 我的这个code会有就是50% off 会有搬家 喜欢小可爱可以快点买起来 是这样一个帽子 这帽子上面是有一点反光的材质 还算是渔夫帽 还是这样子 上次在Urban Officers买的 然后就是衣服啦 已经找到了一个宝藏的 魔宝硬死风的店 他们家的衣服质量都还不错 而且价格挺便宜的 这是第一件 它是有这样子一个蕾丝的吊带 然后胸口是这样褶皱的设计 可以更好地凸显你的线条 然后如果觉得太暴露的话 也可以搭就是衬衫 这样子秋天嘛 搭个衬衫 从温度上还有稍微的 含蓄一点角度上 含蓄的时尚也挺好看的 虽然是有紧身修身的效果 但是它是有弹性的 不会说很紧很难穿 我会把我的size也放下去 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是一个短袖 它这个旁边袖子部分 很好地修饰 就是手臂有点肉肉的女绳 肯口袋也可以显得脖子更加的修长 还有这种抽筋的设计 也是小心机的部分 可以这样子穿在外套里面 然后出去吃饭或者约会的时候 一脱就哇 让人眼前一亮 也是一种小心机在里面 下一件呢 它这个是一个套装 我上半身我穿在身上 它是一个抹胸 然后下半身是这样子的一个同款的 也是有一个这样子标志的 的一个包囤裙 我是买的稍微大一点 因为离性身体会比较跨宽一点嘛 买的是比较大一号的 因为他们这家店比较便宜 所以质量就是在这个价层里是OK的 比较注重于这种比如说去网红店打卡呀 去拍照啊这样子 就是穿的这种很酷的outfit 这个就是有一点点透 你们如果穿的话要里面穿个打底的 穿一个打底裤就会比较好一点 最后一件呢是这个连衣裙 这个是有一种Y2K风格的连衣裙 这个因为我买的大码了一点 所以我就不示范给你们看了 当时其实应该再买小一点的 因为我看图片我怕就是离型身材嘛 怕到时候包囤太紧了或者是什么 如果要买的话参考我这size 可以再买小一号会更好看 下一个呢是这个MAC的腮红Gingerly 这个我换那种法式的妆 雀斑妆就特别有感觉 而且很自然 我有拍过几张照片 特别有那种氛围感 然后下一个呢是一个面霜 这面霜特别特别滋润 我已经开起来用了 而且这是补水功效嘛 因为无论是油性皮肤还是干性皮肤 其实出油啊长痘啊还是由于 就是水油不平衡缺水 所以补水非常重要 最后一个呢是这个小 也是小样的 一个是腮红一个是Bronzer 腮红的话就是这个著名的高潮腮红 然后这个Bronzer的话我还没有试 有时候打鼻影如果肤色深浅 或者是和粉底有点不搭配的话 就会有点奇怪 所以我就想说趁机试试新的这种Bronzer 而且NARS他们的修容也比较少用 那这个视频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啊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最近的购物分享 下一个视频是一个小blog 昨天去采购 昨天去找就是有什么可以放在家里的东西 然后就去逛了逛 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便订阅频道 如果不喜欢的视频 请点赞便订阅频道 请不吝点赞便订阅频道